网友在新北移民署目睹一名大陆及妇女办理居留阵 英文件上填写大陆被志工呛声哪个大陆 图写字PTT分享 两岸之间的称谓一直很有争议性 例如我们会称对岸中国大陆 内地就有网友在新北移民署目睹一名中国籍的妇女办理居留阵 文件上填写大陆 没想到被志工呛地球有五个大陆 你是哪个大陆 让这名妇女脸都垮了下来 网友在PTT上贴文表示 有名中国籍妇女到新北移民署要办居留阵 她在文件上填写大陆 由于办理业务要先到志工柜台检查文件 因此这名妇女将文件交给志工查看 但志工看到文件上头写着大陆两字 竟然嘲讽地说地球有五个大陆 非洲大陆 美洲大陆等 你是哪个大陆 甚至还说世界上也没有内地啊 有大西地啦 没有内地啦 这段话引起旁人大笑 这名妇女听到也只能笑笑地回 哦哦哦 但一转身立刻露出臭脸 这篇铁文引起网友热议 有人说中国人才不会自称大陆 中国人连自己国名都不敢说了吗 尊重你叫你写 国家全名也分七十七 不过也有力挺这名妇女的网友 表示法律相关文件 中国都要写大陆 大妈X很高 中国人真的会说自己大陆人